大陆洋企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公司 其员工于去年接种国药集团疫苗 并进行一次性接种两剂的统计结果 发生因不理想而需追加第三剂的状况 不解效用如外界质疑预期的大大折扣 所谓的第三剂依旧是无足够临床 也没有批准文件的状况下被推出 政策完全是在草率的对待人民性命 且这些国药集团疫苗还已被中共 作为大肆宣传疫苗外交的手段 提供柬埔寨、秘鲁、巴基斯坦等多国 而大陆的专家又为何担心自家的疫苗呢 上海疫苗专家陶琳娜曾上传疫苗说明书 针对数丸的副作用进高达73种不良反应 严重的包括高血压、视力味觉减退、尿失禁等 他用倒吸一口冷气来表达震惊的程度 也直言这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 之后果不其然此篇发文很快就被禁了 据调查统计不仅大陆医护群体接种疫苑低 一般民众里的女性及高学历者同样抱迟疑 原因全无例外就是害怕过多的副作用 以及因没有公开临床实证所呈现的低抗效 病毒专家金东燕批中共把审查制度推翻 加速生产施打根本不符合医学伦理要求 还透露此举也是中共图力发疫苗财的企图 当然这背后更是习打打急着想借疫苗外交 反转中共引爆疫情的负面形象成为救世主 但反倒让外界更看待世卫完全为中共站台 回观中共人大代表兼国药控股董事长 骄傲说一年多前以亲身试药验证了高水平 此话被转发在官方中央管过电台的微博后 随即被众多大陆网民不留情面的吐槽 那时候政府不是才在训诫吹哨者李文亮吗 果然国药集团的疫苗研发之快令人称奇啊 只能谴责中共别再用黑心疫苗图图世界了 优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